大家好 今天是4月4日直播 今天是突發直播 因為林鄭被人掃到街上 所以我們跟大家直播分析香港的時局 這節要說到陳茂波 因為陳茂波曾經也是一個熱門人選 他那個叫香港01 之前就一直在報陳茂波 因為陳茂波曾經是一度領先的 根據香港01 曾經是一度領先的 所以也有人說過陳茂波 陳茂波有沒有機會呢 陳茂波的樣子看起來像鄧炳強的造型 黑框眼鏡 黑框眼鏡 像鄧炳強的樣子 陳茂波不如先稱讚一下 他有甚麼好處呢 當然不是從香港人的角度稱讚他 陳茂波 比較 有機會的地方就是在於陳茂波 他好像沒有甚麼野心 陳茂波沒有展露過他要做特首的野心 那麼多人裡面他是最沒有展露的 因為他知道自己沒得做 變成冷馬 這個就是當時是2012年選立法會議員的陳茂波 他當時是會計界的 由一個立法會議員 變成無端端就做了公務員 做了官 哇 陳茂波的工作也算是耐用的 陳茂波和大家同溫了 他也是叫做跳灰球 因為他小時候就是為了一毛錢 為了一毛錢就去反毒 沒錯 幫他運毒品 運海樂鷹 然後他也試過醉嫁的 也試過劏房 有團地 賺錢賣給政府 所以他的名字很長 醉嫁劏房 團地 跳灰球 他有很多銜頭 好像以前老毛有四個偉大 他有四個專業 他的專業就不是做會計 而是跳灰 他也算厲害了 這麼多司局長裡面 他也算是壞了 最多反氣了 然後繼續坐穩 又沒有人搞他 他真的是北倒翁 厲害 我們不是要捧他 陳茂波本身也不太喜歡 但是 陳茂波有一個優勢給現任的領導 包括李家超有優勢 原因 他可以搭飛機 他可以搭國際的民航機 即是他在時代革命裡面 沒有什麼明顯地參與鎮壓的任務部分 沒有角色 沒有角色 因為他做財政師嘛 沒有角色 因為他做財政師嘛 沒有角色 財政師嘛 你鎮不鎮壓 別問我啦 我只是想做好盤會計而已 雖然那個憤唱一定贊成的 贊成代表參與嘛 他沒有參與 美國沒有制裁他 大家記不記得在制裁名單上 其實現在現任的官員每個都有份 除了陳茂波 司局長全部都有份 鄭若驊有份 李家超有份 鄧炳強有份 林鄭不用說了 好像連邱騰華也沒有份 陳茂波也沒有份 陳茂波是罕有地的一個沒有被制裁的人 大家知不知道 他是現任官員最高級沒有被制裁的 沒錯 原來他們被美國制裁了之後 是不可以打民航機的 因為民航機是不可以 讓他上這架民航機的 不然 他 這間航空公司會被美國制裁 所以林鄭每一次回到北京述職 全部都是從深圳過的 赤立過機場坐直航的嘛 現在沒有的 要去深圳轉機的 因為他不可以坐民航機 也沒有資格坐軍機 可能那些運輸機就有可能 可以用運輸機了 所以 陳茂波是唯一一個可以坐民航機的 即是說 他將來也可以代表香港去參加那些G20 亞太經合組織 這些會議 我給大家一個名單 林鄭月娥 鄭若驊 曾國衛 李家超 盧偉聰 鄧炳強 陳國基 夏寶龍 張曉明 駱惠寧 鄭雁雄 鄧忠華 下面那些不懂了 是國內官員 所以陳茂波是沒有份的 張建中也沒有了 張建中也沒有了 又沒有頭髮 被人彈了出來 叫張建中快來做吧 他年紀很大 而且他在英國有很多層樓 中央不會相信他 你在英國買那麼多物業 你的心肯定不是在我們中央 陳茂波也好像有 陳茂波是在海外買樓的人來的 中央也不相信的 但問題是 如果你說習近平路線被否定 要回復商家的利益 那麼你又沒有理由選擇 鄧炳強 李家超 理論上你應該選擇一些商界代表 最低限度 你不是選到曾俊華 陳德琳也選擇陳茂波 你不會選擇梁振英代表商家利益 你不會選擇梁振英代表商家利益 他代表商家 你找個貓肉火的本老闆去做外戶動物協會主席 陳茂波奇怪的地方就是 在雲雲 這一堆 垃圾裏面 他是比較中間的 比較兩邊都說得通 比較兩邊都說得通 葉劉永遠都沒有份 葉劉根本就是排除在外 我們從來都不會覺得他有份 葉劉的情況跟我們宣布參選是沒有分別的 永遠在局外 我們有時候得罪人也要說 葉劉有幾個問題 林鄭也是女人 但你不夠林鄭那麼獨 最大的問題是 你沒有老公 你黑死老公 我們有時候不想說 像得罪女人那樣 覺得你是不祥人 大陸官場很迷信 我不是特意要他拿東西出來去侮辱葉劉的 他覺得你黑死老公 不信你的 他覺得你黑死了他 習近平這些人 迷信到 可能八字不合 那條龍脈 你知道嗎 北京槍平那條龍脈 他說人家抓住那條龍脈 要拆光了三仙座別墅 要人家拆光了他 到最後 所有理論都不通 到最後 習近平可能是在計八字 可能是所有人猜的所有東西都是錯的 全部都是錯的 原來是計八字 或者習近平被鬥低之後 就輪到江派那些人 李克強可能在 可能在想其他東西 可能在看八字 我們討論的因素是沒有關係的 這個也有可能的 當然啦 機會比較小 我們始終 也是 根據政治去分析 陳茂波 他的優勢就是沒有被人制裁 他可以出 這個 起碼在國際場合 你怎麼也會被人制裁 你怎麼也會被人騙手 好像那個澳洲總理 他說他去參加這個 G20 那個戰犯的殺人粉坐在我旁邊 即是說普京 他覺得怎麼可以啊 陳茂波 你如果是 李家超一樣 你下次首先 你不可以坐民航機 坐飛機去出席這些大場合 那麼缺席嗎 又不可以缺席啊 那怎麼辦呢 香港很冒免 所以 其實這個也是考慮因素 所以 我覺得現在還未是塵埃落定的 你說是不是真的李公豐會做特首呢 其實還未中中決定 我也覺得可能是有變數的 入了集才說吧 入了集也不代表你贏的嘛 提名期完結了就應該真的知道了 提名期完結了 有誰在裡面的趨勢 其實趨勢你也可以猜到一點 那可能最後只能讓一個人進入呢 那到時就不用想了 如果一個人就是 但是呢 如果這次有競爭呢 我覺得如果林鄭不選應該會有競爭 因為沒有那麼明顯 他會裝扮選舉 因為沒有可能 林鄭不選 然後只能讓一個人進入集 那你是甚麼選舉 從來也不是選舉 不過問題是他假裝不假的 我覺得他需要假裝 如果是習派失勢 要換回經濟利益就應該要假裝的 理論上應該要假裝的 然後李家超可能就出來做這個醜人 他就代表被攻擊那方面 會不會是這樣的 這也是可能的 我們很認真地做正常的分析 領導人不是這麼想的 領導人在看八字 在算命 原來算過八字 原來這個利我 我覺得我們真的看八字 比我們剛才所說的那些因素 最終可能李克強也那麼迷信 他也自己算過命 我沒有機會做的 突然間被我當國家主席 突然間被我當軍委主席 那我也要看八字 官場的人是迷信的 因為你是跌下來的 有時候跟能力是沒有關係的 是一個鬥爭的結果 當年江澤民上位 就是因為他是上海市委書記 無端端 升了上中央做總書記 大家想想 當時沒有人看得起江澤民 地方官 中共每次都是這樣的 因為他是一個鬥爭的產物 其實香港的特首也是這樣的 就是有一個你本來沒有人選的 然後他們最後兩幫人妥協 選一個他們覺得比較中間的人 其實林鄭也是這樣上的 其實習近平也是這樣上的 習近平本人也是這樣上的 當時 團派和江派鬥爭 鬥爭到最後 選了一個太子黨出來 每個人都覺得選一個無能的 廢物 可以控制到 可防可控 共產黨想起可防可控 誰知道是Delta來的 變種 搞不定 陳茂邦 可防可控上去之後會失控 權力會使人腐化 你有沒有想過李家超會大膽到自己做政務司 甚至乎是 都不出來否定 出來要參選特首的 都沒有想過啦 原本是公公來的 權力是會令人膨脹的 你去到不同的位置 你會覺得你有這樣的可能 是不是 不只是他們膨脹的 民主派也有很多膨脹的 我們 整個小時說了一分鐘而已 別誤我們經常說他們 說了30秒而已 其實沒有必要說他們的 我們再說一下波叔 波仔 他 是不是可以 做特首呢 現在我們也是未知之數 我覺得這次如果上面換人 即是說 我們一定要說一個大前提 習近平的政治路線被唾棄 這次一定會有競爭的 不可能是一隻馬跑的 陳某波熟陽 陳某波熟甚麼呀 陳某波熟陽比較強 李家超熟甚麼呢 不知道 真的要找回他們熟甚麼 應該看得到的 陳某波是 1955年出生 1955年出生 是 熟陽 53年熟蛇 因為習近平熟蛇 跟李克強一樣的人說 可能李克強就選他吧 咦 這樣嗎 李克強會熟養的 我不知道 我看到有人留言而已 李克強也是五年嗎 我最近看一個明星細細的那些 很多明星五年出生的 李克強是五年 如果李克強選擇 可能真的會選陳某波 大家同年是不是 大家同年就是一樣大小 有時候要夾完八字的 純粹童年也未必可以 這節我們先說到這裏吧 好 因為其實 作詞・作曲 初音ミク